省次長還有中游的陳副總 好 跟管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審次長他中午有請假 那現在是由工業局旅副局長代表 這陳副總還在 好 管委員好 副總 總公司 光一個10號就開始有屏息外泄 你們都得到11號的時候 違法高雄廠才給你通報 現在到底有沒有問出來 為什麼會違法通報 他們怎麼解釋 高雄廠怎麼解釋 怎麼膽敢違法 沒有在一小時以內通報 有理由嗎 3月10號那個 其實管線裡面是淡期 因為這條是一個備用管 它不是屏息 然後呢 你就糾正我就好 回答我問題 不管是什麼 外泄事件一個小時之內要通報 什麼理由 什麼理由第二天才通報 因為他發現電遷是有一點 所以第二天早上3月11號 有請那個陳朗珊進場 回答我問題 他怎麼回 怎麼樣的去找到一個理由 說他可以延遲第二天才通報 有沒有理由 因為淡期它不是一個危險物 所以就照那個通報 他不用通報 所以他不需要通報 他是屬於不需要通報 是 那媒體所報導的全部是錯的 嗯 是嗎 因為媒體在報導這一些 因為他是把第二天 他那個通 確實第二天按照通報規定 他是在一個小時裡面 他因為他9點50分的時候 他發現有泄漏的時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是10點56分 10號的這個氮氣外洩是不需通報 是 但是造成氣爆的屏息 是在11號才外洩 有在一小時之內通報 是嗎 他沒有 他是晚了6分鐘 確實是晚了 晚了多久 晚了6分鐘 因為一條 他 直晚6分鐘 他是10點56 對 9點50 洩漏 他10點56 通報環保局 所以這麼說起來 所謂的延遲通報 不是延遲通報一天 是延遲通報6分鐘 是 可是今天早上 全部你們都沒有辦法 做完整的解釋 表示你一定是休息時間 你才去搞清楚 對不對 媒體已經出去了 延遲一天通報 大家都迷迷糊糊到現在 今天來 整個早上 還講不清楚 休息時間才去搞清楚 是嗎 是不是 早上主席 媒體全部出去 就是延遲一天通報 淡氣 淡氣那個洩漏 那個9點20分的時候 3月10號 到 到那個 好啦 我不跟你在這裡糾纏 3月11號 所以委員會 告訴你的事 我要告訴你的事 光你們公司內部的溝通 就那麼困難 光你們公司內部的管理 當總公司在台北 重要的生產基地 在高雄的時候 你們很多事情 就無法具備主意 我弄一個時間表 給你看 我們去年8月28號 中油漏油事件 在期間 你知道吧 精緻數字液 化學數字外漏 晚上8點30分 你想想看 光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為了要中油 善盡賠償 搞了將近半年 你看看 8月28號發生 29號本席就往前鎮 去要求中油負責 所以呢 馬上9月1號就召開 區公所就召開 全部的民眾成型大會 結果那一天呢 被罵翻了 為什麼 因為來的人 職級非常的低啊 面對所有受害群眾 都已經是9月1號了 職級非常的低 現場完全沒有帶方案來 所以群情廢揚 還得要我替你們收拾殘局 說好 那我們就派代表 有明代在後續去協調 那個會才能散 接下來開了兩次會 9月5號開一次 9月11號再開一次的時候 開出了賠償的方案 結果你看 到10月16號 這個賠償的方案 胎死腹中 不了了之 還得要我終於把董事長找出來了 9月5號跟9月11號 我們的職級有稍微高一點了 前陣的廠長還有執行長 你們南部的執行長 副執行長總算出面了 做出來的決議呢 仍然 沒聲沒聲 我還得要到10月16號 8月28號 發生事件到10月16號 才見到你們董事長 把他找到國會來 告訴董事長 不要再掙扎 確定賠償 董事長答應我了 董事長答應以後 回去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10月16號答應了以後 沒消沒息 11月沒消息 12月沒消息 我受不了 你知道你們怎麼翻盤的嗎 翻盤說不賠了 因為要打官司 打完官司確定責任才賠 中游不先賠 中游不願意代位求償不先賠 一直到1月16號 我受不了在預算協商的時候 我提案要刪除國營會的預算 搞到經濟部長出面 王金平院長出面 把國營會的預算卡住 卡到1月16號 1月14號卡到1月16號 當天協商到這個預算的時候 剛好你們中游在開董事會 還想要騙我 把這個案排在最後面第五案 我就一路等等等到 傍晚你這個案通過了 我預算才讓你通過 一個賠償百姓的案 叫你們中游先代位求償 你們去代位求償 你們先賠償再去代位求償 協調了5個月 最後是怎麼樣 怎麼樣協調成功的 是用預算卡著 逼到你通過 我才讓你預算通過 是用這樣子協調事情 我地方政府 我民意代表在地方 你總公司高高在上 在台北甩都不甩 前前後後就見董事長一次面 其他全部找那個小喽喽來 全部找基層中層的 中階的官員來 這種管理 這種管理 我們為了地方制度法 地方制度法第18條 第7項第三款 我們的直轄市的自治事項 第7項關於經濟事務事 經濟服務事項的第三款 直轄市工商輔導級管理 我本來我就可以工商輔導級管理 我在根據第18條第11 第7項的第11款 關於公共安全的事項 我直轄市的自治事項 本來就有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我根據這兩款 根據這兩款 我都可以制定這個自治條例 我要你們就近讓高雄市 無論是在環保 無論是在災害防救 我都能夠就近跟中油的生產單位 跟中油的總公司可以有非常好的聯繫 光為了這樣你們竟然說違憲 你們現在要宣告他違憲 我光一件事情協調五個半月 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宣告违宪 今天次长不在 又要被我抓包 你们只有三个途径可以宣告他违宪 第一个途径 是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第五条 你们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因为中油公司是法人 所以他适用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人民法人于宪法上保障之权利 遭受不法侵害 这一条 那这一条要怎么示现 就是由中油 中油在接受到高雄市政府的裁处以后 他认为有遭受到不法 光制定这个条例 他还没办法提示线 他要遭受到 自认为遭受到不法侵犯 完成三审定验以后才可以去示线 这个是第一个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第五条的 第一项的第三款 我谅国民党不敢 就是国民党去发动立法委员现有总和三分之一的申请 可以示线 这个是第二条路 我睁着眼睛看 你们有胆 你们有种 就去叫国民党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提示线案 说这个违宪 有胆就去做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路是什么呢 第三条路是你以经济部 也就是中央机关 你行使职权认为宪法有异议 那你要怎么行使 本席今天早上跟司法院交涉了一个早上 司法院这样说 说你们如果要用这一条 就是你依地制法 你先宣告这个自治条例 所以禁止高雄市政府使用 禁止它执行 好 你去宣告它违宪 禁止它执行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就你的这个宣告 去宿院 去行政诉讼 输了以后 由高雄市政府提示线 只有这三条路 这三条路里面都没有任何一条 是你们中央任何机关可以直接提示线 因为事实上的当事人是法人 你要以行政机关的身份提示线 就是你对高雄市政府 依地制法宣告 它违反地方自治事项 今天司法院告诉我 说他们还搞不清楚 你们可以依哪一条说它违法 你们还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依地制法 我刚刚念的那两款 它就符合地制法里面规定的直辖式自治事项 你们都睁一眼说瞎发 我要是你们 我要是你们 真的不希望有这个地制法 就是赶快去协调中友欠场 可是你们什么都不做 连一句温暖的话都不给高雄 你们就说违宪违宪违宪违要释线 我眼睁睁看着你凭什么本事去释线 要么就是中友 被高雄市政府裁除的时候 才能够完成三审定验 诉讼书才能释线 要么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这个最快三分之一去提示线 再看你們2016要不要火 看看這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敢提案的 將來要不要當選 第三個 你們膽敢宣告違反地方自治事項 敢不敢 來 現在告訴我 你們工業局告訴我 你們要去宣告他違反地治法哪一條 來 違反地治法哪一條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屬於在法治的專業上面 所以我們部內是有法規會 來提供部長意見 我們是從產業的部分提供 今天到這裡 這個專案主題 你們就要帶著方案來 說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幾天 全部都對外面講說要視線啊 開玩笑 隨便開口說要視線 明明就是在打壓高雄 因為你們根本沒有辦法主動要求視線 根本沒辦法 今天來這裡了 還說還要請法治單位研究 還敢 法治單位什麼研究 你們頭腦咪咪糊糊糊 都還沒有方案 都還不知道內容的時候 不斷對外放話說 違憲 違憲個屁 好 謝謝管委員 這管委員這只指一個重點 就是說根本 請回 就是根本沒有 這個憲法解釋 好